今天下午朱丹在微博上公布了女儿出生的好消息 还晒出了女儿的小脚丫 说欢迎你我们的宝贝 没过几分钟 周一维也在自己微博上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真是富上富嘴呀 这个大喜事一出 朱丹的圈内好闺蜜贾经文第一个送上了祝福 给了大大的恭喜 新任奶爸周一维 这边也有许多圈内好友发来了贺电 银宝还亲切地称他为大哥 看来之前在72层骑楼里 两人的兄妹情到现在依然不减啊 朱丹和周一维这对夫妻档虽然平时很少高调撒够粮 但是一撒起来那可是中量级的 网上有人爆料周一维之前为老婆在杭州订了高档私立妇产医院 这家医院的月子休养套餐最低都要8万元 真是妥妥的宠妻框膜了 小巴哥也祝小宝宝能够健康成长 两位新近爸妈越来越幸福了 昨天贾乃亮在微博上晒了他和小甜心的最新合照 还感慨说小甜心长得越来越像妈妈李小璐 只有智慧随了他 照片里的新爷长发披肩穿着白色小裙子和深色勾花针织外套 完全就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工具了 许多网友都在夸新爷继承了妈妈的美貌 越长越漂亮了 一张照片又圈了一大票盐粉 除了颜值拔高的新爷 最近还有一个萌娃受到一众叔叔阿姨的追捧疼爱 那就是杜江和霍斯燕的儿子恩恒 恩恒大王作为新生代金巨王和搞笑担当 不仅是个高情商的小花牢 还是个坑爹小能手 在找房子的时候 为了能跟可爱的小泡芙多待一会儿 毅然决然抛下爸爸 让爸爸独自去找房子 真是耳大不中流啊 小八哥都不禁为老父亲杜江拘一把同情类 我跟泡芙丢在这里 我跟泡芙丢在这里 你不能抛下你爸爸吧 我要跟我们一起走 先找到再带我们去 不要 先找到了 你想让他陪你去看是吧 要不这样 我自己去找房子 然后回来叫你们去看看好不好 好吗 随着恩恒大王的人气越来越高 看来除了陈小春之外 杜江也要成为担心网友 组团偷孩子的奶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